911事件13年之后,新的世贸中心就要落成了。 在相距三条街的地方,一个穆斯林文化中心也在设计和酝酿之中, 虽然比之前计划的要小得多,但还是引起了争议。 设计的蓝图包括一个三层楼的建筑, 内有一个小的清真寺,一个社交中心,还有一个伊斯兰博物馆。 伊斯兰领导理事会的负责人拉西德说, 中心应该反映伊斯兰整个的传统。 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基督教一道, 是以亚伯拉罕为传承的三个主要宗教之一。 另外,中心的建成将有助于准确反映穆斯林在美国的生活, 尤其是他们在纽约的生活。 2010年的时候,修建一座高达15层楼的穆斯林文化中心的计划, 遭到了强烈的反对。 包括911事件遇难者的家属在内的很多抗议人士都认为, 在距离世贸中心遗址这么近的地方, 修建一个伊斯兰文化中心,实在是欠考虑。 抗议人士说,我们不反对宗教自由, 但是在这个地方确实应该谨慎一点。 原来的计划最终没有得以成行。 尽管新的计划还没有具体成行, 但是也已经遭到反对了。 盖勒女士是捍卫美国自由这一组织的负责人。 说实在的,我们应当毫不隐晦地面对伊斯兰所谓的圣战, 这个中心是不是要挖掘伊斯兰圣战长达1400年的历史, 以及侵占土地、灭绝文化、 让人成为奴隶等等内容呢? 我想不会吧,我想一定会粉饰这些东西。 我认为在世贸中心遗址建这个中心是不合适的。 一名开发商为来自加拿大的一些大学生和教授 就中心的设计栏图做了讲解。 贝恩教授专门研究宗教问题, 他认为活生生的伊斯兰宗教史 对社区和整个世界来说都很重要。 自从有奴隶到美国来, 穆斯林就到这儿来了, 他们是首批美国人之一, 现在仍然是美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 穆斯林中心的开发商还没有公布设计的细节, 以及资金的来源, 但是他们坚持说, 这儿现有的房屋很快就会被拆掉, 取而代之的将是一座探索伊斯兰信仰和文化艺术的建筑。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舒斯曼从纽约发回的报道。